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戴河会议上无伤施压 有点像那个徐竖进曹阳一言不放 习近平不满意军委主席 长速解放军高层 解放军高层就武统速战速决 出现分歧 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中央军委高层那种异动 习近平呢 其实呢 现在应该讲已经是垂直领导了 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好像控制不住了 其实反而是能够控制住 原因很简单 我把你这帮不听话的全部弄下去 我找几个听话话的 这不太容易了吗 是吧 对吧 那个他有权限最大的 就跟那个360杀刺软件 他有最高权限 他自然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这是最大的区别 而且呢 武统外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国防部的主流 另一面是美国的一个加息 中国呢 为了保持这个经济稳定 我想谈的这方面 综上所述呢 我感觉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觉得中国一定能够完成武统收复台湾 前面提到一个名字叫张生民 他呢 跟这个习近平是老乡 张有霞也是 所以张有霞开始是跟高火箭那边的装备这块 现在升为副军委 对吧 这个副的中央军委 因为他们都是陕西人 都在一块 而且呢 除了东北军之外 现在陕西帮也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习近平的亲信 所以呢 从这一角度来说呢 他们不是说什么会议都要参加 也没有想象的 像的一定要大清洗 怎么叫大清洗 四大林的大清洗呢 这真是杀一冲了 对吧 哎 我们这个各级领导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 这个次的所谓的应该不叫清洗 很明显的在这里有贪污腐化的这种现象 有人在武统台湾那件事情里边 想浑水摸鱼 捞一些个钱 多弄点腐败的事情 就这个明确 而且呢 这里的主要的参与人物 也不是说从上到下 其实主要是火箭军那块 而且最近的那个一些新闻报纸上 我们也看到啊 我们在火箭军这个整个管理方面 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网上说 虽然不点名字 我们知道这是在说那个事情 现在呢 其实真正武统方向 主要就是东部战区那边 他们做好准备了 他们做好准备呢 就你这光准备不行 你得有东西啊 拿什么准备 对吧 你得有武器啊 在武器方面 哎 火箭军没有准备好 你看看 这个怎么办 火箭军司令 跟着政委 俩人穿一条裤子 说那个导弹数量不够 可能啊 现在啊 没法跟美国打起来 因为什么呢 你 如果我们攻到台湾 美国介入 怎么办 在美国 在西太平洋介入 我们要有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手段 来确保 我们这次战略的上令 我们一定要预计美日 甚至韩国都介入到此战争中 我们要把这些个因素 考进来 不然的话怎么办 我们需要更多的导弹 去进行威慑 战略上的威慑 来保持一种平衡 跟原来的河带是一个意思 所以呢 习近平看到这件事情 给了内部一个时间 我想是这样的 什么时间呢 也许 某一段时间 我们准备武统了 这个时间 咱也别说是上半年 还是下半年 还是明年 有一个时间定好了 你们现在给我准备材料去 准备东西去 然后火箭兵说 咱再等等 我这还没准备好了 那你搞了什么呢 你这一大半年都搞了什么呢 对吧 换了我也会这么说 其实呢 他们就行 多搞点腐败 多捞点钱 然后呢 习近平得 去东部战区 叫那些作战准备 这样呢 东部战区也就准备的同时呢 就会倒逼这些个火箭兵的司令部 去装备屋 你们去给我准备东西 在武统台湾 台湾推了这么久 还没有开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迹象 就是火箭兵这边 不顶枪 火箭兵这边 搞了一些个这样那样的 没片子的事情 导致了我们武统战 现在有点退后了 有点拖慢了 那么海军方面 因为啊 他跟火箭兵不太一样 海军的装备 主要是船只这类的 他的腐败性的面 还不像火箭军 那么多 而且在从资金的流向来说 火箭军的流 这个资金上的 这种缺点更多 而且很多这个出的问题 都在陆军 因为陆军的装备采购上 出了很多问题 火箭军 虽然是从陆军出来的一个 单列的特种兵 特种装备的这样一个 军区 但是他有他的问题 啊 那么 谁拿着这笔资金 谁都想开一下油 哪个资金海量啊 上千万 对吧 几年上 上亿 随便 那也算擦点皮下来 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对吧 给你一个亿 你干嘛 我把万分之一嘛 对吧 给你对吧 这万分之一 很少 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军费在这里 对他们来说 都是那样 现在倒查七年 倒查的时候 到卫福河 卫福河也出问题了 卫福河前面是谁 张有霞 那现在从张有霞 开始查 这些年 到底就怎么来的 张有霞 当时其实是从 卫星那边 火箭 造卫星那边过来的 那边装备过来的 啊 那边主要 最主要的负责人 甚至那边在电视上 还说 火箭发射成功 张有霞 就说了这句话 所以但这个事呢 现在 但是他有没有事呢 这个我认为 因为还没有什么证据 表明他有事 但是得查他 说完了 就是你 你哪些是你签的字 你做的哪些手续 签的流向 得从他开始查 往后查 从张有霞 对吧 但是他会不会有事呢 到商商民 会不会有事呢 这个不好说 在现在还没有证据 表明他有事 那么这次会议 没有参加的 可能是干别的 也有可能是查账去了 这都背不住 但不能证据 就这个事就从他出了 所以在过去 从江泽民 胡锦涛 治理这个军队呢 就也就找了这样一个 说完了腐败的路子 那个很多事情 都没有真正的去查 没有真正关心 我跟你说个 我说的是 我知道的事啊 就是我那边 在那个中石油工作的时候 我就遇到过 原装备的一些个军人啊 那个军官吧 或者在这当 当那个 在中石油里 当着一个职务 那这可能让我辞职了 到这边来 中石油里 他必须中油采油 他可能这方面技术也有 他就给我讲了很多军队里的事 比如那坦克出去 那么这一罐子油 然后在中途呢 把那个 把油倒出来一部分 然后把那油卖了 卖了好几晚 你讲一个坦克 油肯定很大 对吧 原来的训练计划呢 就缩减了 缩减肉的油 省出来肉呢 就把油都卖了 就这样 对吧 你说上面官员不知道吗 官员也知道 官员呢 就采取其他方面 偷 但从上到下呢 一窝 你这样呢 你整个那个 军队的建设 还会好聊吗 这就是现在那个 现在那个德行 你像之前那个 一向那个防凤辉 对吧 这个总参谋长 还有一个 总政治部主任 还有那个张阳 对吧 张阳还叫上吊自杀了 你说这些人都干了什么 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 是不是管一户呢 当时据说那个 他们是说完了 交钱就能当个军官 然后呢 还把自己名字什么 甚至于 倒查的时候 甚至连那个 那个金库里边的钱 那个谁捐了多少钱的名字都有 得一窝多 对吧 所以现在应该讲 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这个军队的训练啊 包括这个整个这个 组织建设 还是比较规划 还是比较好的 也提拔了一些人 但是这个风气养成了 提拔上来的那些人 也有这样大的问题 可能还需要提拔 再提拔一本新人 净化 一点点净化 几波净化下来 我估计可能会好一点 否则说 你只在这帮人打仗 那这武统下来 我们的也很难 你包括俄罗斯 也有腐败问题 军队腐败问题 你想现在的打仗 打得成啥样了 如果我们打台湾 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那么将对我们整个 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虽然在国外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们应该在这方面 努努力仔细查一下 这方面事情 军队内部 我个人认为 像那个苗华 何卫东 张又霞 这些张又霞 我是真熟 火箭发射 每次都成功了 我特别喜欢听到 哎呀喝 他能提拔 可能跟那个老上电视 说火箭成功成功 有关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对吧 你该做的事也做 你该犯的错误犯了 老老实实的 承认错误 那也没有办法了 另外呢 就是最近说 这个习近平针对 这个这个北戴河 啊 那个 徐夕进 曹阳 一言不发 说这个元朗们 比如说这个94岁的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池浩田 表达了对这个解放军的不满 表达对解放军不满 这个很正样 但是不满也不是你的事 你那么大岁数 人家管什么呢 是吧 池浩田说白了 自打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的要求很明确 那个老人别干招 这句话最早就说出来之后 就直指着谁 江泽民 江泽民退下了之后 并没有把军队这块放下 是新民上来之后 强硬查出几个腐败案之后 拔掉了这个精子 之后呢 整个那个军舰呢 还有那个比较好的方面 得到消息是日经 亚洲 日经呢 月经 哪个日经啊 竟说一些个不找编辑的话 我想请问这些元老 他有啥资格发言 发言是靠实力的 中国人讲句话 你凭实力说话 你手下有谁 94岁一个高龄老头 你说他有谁 恐怕说话这么厉害了 所以不可能 知道吗 中共的元老说 把他到北戴河 说把他享受一下 养养老 那个那个那边 空气也不错 希望大家聊聊天 坐一坐 那也就完了 还能干嘛 这些退伍的军官的老 元老们 他能干啥 我都不纳了闷了 还好叫 我一般不怕 他还能发言吗 你还以为他是叙述啊 有什么计谋 他没啥计谋 没有能力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些个都他妈扯淡 谁要听到小小消息 把这当回事 就 然后那个台湾的媒体 还还转转发 去你妈批的 你台湾媒体 有纯粹你妈扯淡的媒体 所以呢 不管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啊 胜负呢 啊 美国现在 其实也想在 这个台湾那块 较较力 包括他这个 这种加息 加息的本来 他想收割到欧洲啊 日韩 结果呢 他发现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问题 比如楼市啊 股市啊 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他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所以呢 明明自己要吐血 啊 还是要加 加 增加这个 呃 这个 这块啊 这个 利息 哎 说白了 这个是欺商权 打别人的同时 自己挨打 但没办法 他现在已经 收不了手了 他已经只能是这样干了 那么 现在有人说了 拔出了这么多官员 呃 对习近平的领导 是不是 呃 有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啊 呃 影响不大 哈哈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呢 你把这些个不听话的 全部干掉 上去的自然就是听话的 是吧 就这么简单 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个 这个局面的控制 还是在掌握他自己手里 而且呢 有情报部门 就是俄罗斯情报部门 认为啊 现在的习近平啊 有了绝对的权力 已经垂直领导了 啊 你就看个外交部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吧 现在整个呢 就是习近平在垂直领导 这种垂直领导呢 连王毅现在都得直接听这个 啊 我们习近平 一些大领导的指挥了 这些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结果就是 对于武统方面 因为习近平认为 这是他的一个战绩 将来流芳百事的一个 啊 这个说白了 大家能记住的事情 啊 国家的大一统 啊 对他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这种说法和那个 整个这个 啊 这个普遍的媒体的理解不一样 认为啊 啊 这样的结果会影响习近平的连任 啊 或者是权力 这蛮扯的 不理他们啊 那么 现在美国呢 其实已经 这个俄国冲突 炫了之后呢 这个 他也不希望中国呢 导向俄罗斯 啊 所以呢 他不想打到俄罗斯的方法是吗 希望中国出现内乱 动乱 啊 在经济方面 美国希望中国经济缓下来 别走那么快 甚至希望中国的经济崩溃 那个 你想美国呢 利用自己这个美元霸权 确实啊 也能做点事 包括他那盟友 跟他一块 撒合 但是呢 呃 但是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美国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对他的经济压力还是蛮大的 包括国内的 这个共和党的势力 也在 呃 跟他 跟他半嘴 半腿 对吧 所以军事上呢 想肢解俄罗斯 啊 现在有点难 啊 想让日本呢 也配合着美国呢 那个 去给 给中国 呃 做点事啊 那个你看看日本的样子啊 一小哈勃 他还能 他还能给中国做什么 这什么 真是 呃 幻想啊 你2010年 那个日本还幻想的中国 不会超过 日本啊 呃 中国的经济数据都造假 然而呢 你想呀 这才 这才2023年 这才十多年 对吧 现在中国的经济是日本的 这个 三倍 中国人看到日本说白了 早就已经发现日本已经不是 那个那样的 已经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 啊 你就看看日本现在造的那个东西 对吧 都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个 我们觉得中国的发展 走我们自己路是很正常的 啊 啊 中国的这个 那个军方的高层当中 实际上武统派都还留着了 因为武统主要是东部战区 啊 那个火箭军属于西部战区 啊 他们造火箭嘛 那个火箭不可能在洋海 你万一打击到呢 所以火箭军不是武统台湾的主力 武统派这种主力 他们拿不到那么多装备的费 装备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现金流 他们这个贪污的可能性不大 啊 这是说白了 习近平能掌握武统的方向 一个根本原因 而且武统呢 是习近平的 那个说白了 自己兵啊 自己手下的兵 所以呢 习近平实际上已经 那个做好了武统的准备 中央军委呢 在这个武统方面的决策权 都挡在了习近平手里 谁还是敢反对 啊 说什么 说那个北戴河会议有反对的 谁敢反对 谁就滚蛋啊 基本态度是 你再看美国一直到现在还能不能保护台湾 日本能不能保护台湾 你像日本这个南海黄海军演就能看出问题啊 说是好几天好的最大规模军演 这结果中国真的把军舰一调过去 完了五个小时就你妈撤了 对吧 而且现在你指望的美国军队出兵不可能 他F35都停飞了 还跟F22这个垃圾 还想跟中国打仗 那么扯蛋吗 过去日子普京据说10月份访华 中国现在正在对表 对吧 对表干什么 准备干自己事情啊 俄国继续在欧洲发力 那么那么给中国留出缓冲武统的时间 中央军委这块呢 应该讲习近平是有机会的 那个不要大家想那么困难 那么美国加息呢 美国的加息越加越多啊 通胀那个也越来越高 他他已经顾自顾不暇了 他如果想跟中国打仗的话 他就要是什么呢 他就要装备 上装备的结果是什么 就要更多的印钱 现在不能再印钱了 而是要寄起那个美元回流 美元回流加息的钱见少 才有意义 你这种装备要一直更多钱 怎么可能呢 那么他就银行就爆炸了嘛 是吧 从这个角度来说 美国的这些危机 实际上是中国的转机 火箭军这个腐败案子 挖出来就完了 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秦刚倒是有点事比较大 秦刚是我们天津老乡 这个天津老乡争不争气 我觉得秦刚的问题 还是对于整个这个习近平的士气 还是很有影响的 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 还是要调整心态 那个借着俄乌战争这个机会 我们这个能够突破这个整个这个南海的困局 马六甲困局也是个机会 我相信那个中国必将那个走向成功 好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